在希臘的東部 靠近土耳其的一個小鎮蘇弗里 在十九世紀 它是絲綢生產的重鎮 一度輝煌的產業 卻不敵外在的競爭 早已沒落 如今高端服裝市場 對絲綢的需求大增 加上中國工業化之後 養殘農村大量的減少 讓蘇弗里的手工絲綢產業 找到了沖生的奇蹟 希臘東部邊境沉浸的小鎮蘇弗里 是全歐洲最早開始生產 針絲的地方 發展到十九世紀 已經是全國真思之都 不過當年的風華 家家戶戶嘎嘎作響的 古老粉織機 早已在人造化學纖維 與市場開放的競爭下 節節敗退 當地碩國僅存兩座絲綢工廠 近年來嗅到景氣回溫的契機 期盼打進高端時尚市場 推動產業復興 這次的地步 我們要把這個地步 去加工处理 不足的都得从中国进口再加工 而随着中国工业化产业转型 种丧养残的农村日益减少 苏福利300公顷的桑树园随时可以补上缺口 梅之残生产2.5公里的残丝可以快速承接商机 苏福利的丝绸业基础吸引了包括中国与欧洲投资客的兴趣 法国精品爱马仕的慈善基金最近赞助了当地部分的加工机具 但距离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还有距离 中国投资者也在今年夏天来视察过当地居民期盼 加速转型重生 苏福利当地有四座跟蚕丝业相关的博物 传统产业文化成为吸引观光客的卖店 当地政府也准备翻修一座古老的大宅院 一边经营民宿一边向好奇的游客展示养残之道 记者社会中博道